罗奈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 打麻将是我们国家一种传统的娱乐项目 这种娱乐项目在明朝时都已经上行了 可以说是我们的国粹了 很多人在过年的时候都会跟朋友打亮圈 咱们国家有很多的人都会打麻将 可以说是上到八十岁老大爷 下到十二岁小孩都会打麻将 现在打麻将这种娱乐方式已经走出了国门 在国外也有一些人很爱打麻将 这些老外有很多的奇思妙想 这些麻将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他们觉得这些麻将看起来非常的硬 所以老外把他的大玩具夜压机给搬了出来 真真不愧是我们中国制造的麻将 这个夜压机压了半天 愣是连一个脚都没有压碎 这简直让人不敢置信 因为以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夜压机 这种机械可是曾经压弯过铁锤的 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麻将 还就真的扛住了夜压机的重压 你们知道麻将为什么这么硬吗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观看